后来我们没有根据 你们的行动没出什么问题吧 没有你们俩给我继续捣乱 我们后来特别顺着 对了 这个小伙子 不就是刚才跟你吵架的 那个小伙子吗 他是谁啊 他呀 就是那个小片井 我是片井 但并不代表我跟你想 而且我有名字 别这么叫我片子去 好好 你有名字 汪自强警官 我叫汪行剑 天行剑君子以自强不细的行剑 不是自强 小伙子 刚才你也算是 参与我们的行动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个大哥不是今天在乎 这是我们正队 正队 那就是领导是吧 领导好啊 说说啊 今天咱们这个事 要慢慢讲起来 那就说来话场 好啊 那就 给我好好说道说道 走吧 好好好 我马上就来了 那个 正宇 你今天也辛苦了 好好回去休息啊 你干吗去啊 我继续抓捕毒贩去啊 你在刚当上片子几了 人家进毒之罪的事 你总跟着掺和干吗呀 你不懂 我马上跟你说啊 别管我了 别走 别走 我们过程的就是啊 本来呀 他想协助你们的行动 对啊 可这位 张警官 死活不上 观察力敏锐 推理能力也很强 随机应变的能力也不错 有财 我看是歪财吧 甭管正财歪财 抓住罪犯那就有财啊 郑队 您找我 刚从毒贩那儿 缴获得新型毒品 简称C2 好好去检查一下 原来是什么成分 是 我们还要讨论明天的任务 麻烦你先回避一下 领导 既然你觉得我挺有才的 那能不能让我参加 明天的小动会 你在哪个派出所工作啊 我是长河派出所的 工作几年了 刚转账 不过我是警官学院 行政专业毕业的 要记住 惨 庄警官 都醉了 干什么 郑队 我在警院的射击考试 四次都是你 我相信我的想法 绝对不会是 这位大警官的差 既然他能当机都警 我为什么不行 方行舰 张卓颖是我们 禁足支队强法最好的 你和他比设计 你是撞枪口上了 人吗 小伙 不鼻鼻怎么知道呀 小伙子 我可以同意你参加 我们的行动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林大 你别说一个条件了 十个条件我都答应了 好 这个条件是 你要听张鼎关的 在这次行动中 不可以擅自行动 好啊 但是 要是这位大姐遇到危险了 我该怎么办 你别给我捣乱 我就万幸了 好了 薇薇 带这个小伙子 去吃点东西 我安排一下 下面的工作 好 那中备 再见 差点乖 再见 好了 郑队 您真要让王行舰 参加明天的行动吗 你有什么意见吗 他刚工作没有多久 毫无经验 组织纪律具有差 我怕他不但帮不上忙 反而会拖累我们 他是个好苗子 他让我想起了 我以前 并肩战斗的一个战友 就是这属于 就是我市的毒贩禮号 卓妮 你把她的情况 给大家介绍一下 李昊是海权丸洗浴中心的老板 怪不得他们要让郑队先去洗浴中心呢 在那儿好对郑队的东西斗手脚 汪西剑 没人说话 你能不能不要乱插嘴 我 忘了这样你说的吗 听我指挥 能忍住这就不错 阿丽的情况了解得怎么样 还没有 卓妮 你把毒品检验的情况 给大家汇报一下 好 这是一种置换剂类的新型毒品 分子是以C2开头 我想这就是它被称作C2的原因 根据成瘾性模型的初步运算推测 这种毒品上瘾性极强 而且一旦成瘾 几乎没有办法解毒 更可怕的是 它的使用剂量一旦超过临界线 就很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心律混乱 而致人死亡 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们秦都好像没有听说过这种毒品 不仅是在秦都 我做了搜索 目前国内外都没有关于C2的案件记录 难道这种毒品的源头在我们秦都 你坐下来 安静点 这个C2一旦流入市场 会毒害很多很多的人 后果不堪设行 这样的话 我们明天的行动计划就要有所改动了 明天我们的目的 不只是为了抓住所有的毒贩 而是要想办法打入贩毒团伙内部 挖出C2的源头 郑队 您的意思是您还要继续卧底 是啊 明天毒贩要求汇款的时候 我依然还是给卓英打电话 当你听到我说这批货成色不错 大家就开始抓捕行动 如果我是说交货非常顺利 那就取消明天的行动 明白 记住 如果说明天实施抓捕的话 你们一定要给我留出一条路来 让我带着李昊逃出重围 这样的话 我就会取得他的信任 我想办法 从他的贩毒团伙内部 挖出C2的源头 是 好了 大家散会吧 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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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 听我指挥 今晚你就住这儿 随时待命 太好了 郑队 明天我就能 真枪实弹地参与毒贩的抓捕行动了是吧 上军队的时候 我就经常想象这一幕 没想到 这么快就会实现了 想得也太美了吧 明天任务危险的很 还轮不着你这个菜鸟冲锋陷阵 那我干什么呀 货币之远 我不同意 听我指挥 郑队 明天 注意安全 放心吧 把它看好 好 去吧 走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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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拜拜 你好 拍手 关你投赡 我是静独支队的郑霄 郑队啊 你好啊 有什么事吗 你们那儿有个 小伙子叫汪琴县 我想了解一下 他的警方 李哥 到了 我去 小蝴大哥 進來吧 大白 你現在的身份還不能暴露 一會兒你帶兩個人守在這裡 當我呢 你個菜鳥 老是待著我 憑什麼 憑你現在聽我的 好 憑哥 人帶來了 憑哥 好大的鎮事啊 難道要玩黑吃黑啊 君哥啊 幹咱們這行的被抓進去 就是一個死字 我這不也是為了咱們的安全 在考慮嗎 嗯 可以理解 讓君哥驗禍 好東西啊 好東西啊 浩哥啊 這些C兔啊真是好東西 跟昨天的那些貨一樣 純度非常高 這些C兔 我全要了 那憑哥就給我匯款吧 浩哥 不急著匯款嘛 貨的確是不錯 可是 這東西太少了 憑哥 來日方常吧 以後我會持續地給您供貨的 我要的可不是持續供貨啊 我要的是 你把你所有的C兔 都給我 君哥 你的心有點大呀 浩哥 你這明顯是 在懷疑我的出貨能力啊 這樣吧浩哥 除了今天所有的貨款 我再多給你五十萬 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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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九哥 就按照你說的辦 一言為定 喂 老闆 是我 小火 貨的勝算不錯啊 可以匯款了 知道了 先動 上 原來你真是雷子的臥底 什麼雷子的臥底啊 明顯的是 你這兒有那鬼 太过瘾了 阿亮 给我把他扛好了 要是逃不出去 就拿他做人质 好的 兄弟们 给他卖屁了 跑了 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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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我 不能让他们跑了 你们两个跟着我 就要给我 好 你不能去 你在这儿 千万不要善良心 谢谢妈 走 别动 你 被复 被复 撤撤 追上我 - 你要干什么? - 帮忙啊! - 让你来,别动! - 别出去! - 你没事儿吧? - 没事儿,我有防弹衣 - 他两把弹衣冲的活力才大了 - 你想办法把他们剪较掉? - 这还用你说 - 你还能开枪吗? - 当然了 - 大姐,我想办法把他们的活力移开 - 你要干吗? - 你不是队里枪法最后的吗? - 看你呢 - 啊! - 啊! - 啊! - 哇! 肃哥! 好枪法 小意思 你没事吧 没事 这唐大医确实还挺软用的啊 宁钢 我们走 这么多雷子 你没事吧 没事 这唐大医确实还挺软用的啊 宁钢 我们走 这么多雷子 怎么走 我有办法 带着后哥们 你管这个税务 否则他会脱离出我们的 宁钢 帮他们走 现在怎么办 追 别动 走 大白 你带他们请你现场 我去开车 追正顿 好 等我走 你怎么不跑呢 跑什么跑啊 你还跟着我干嘛 郑队不是要我听你指挥吗 我不跟着你怎么听你指挥啊 你要真听我指挥 刚刚就应该老实的 待在墙头上不动 诶 郑队刚刚救了我的命 我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我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这个事以后再说 郑哥 你不是想要C2吗 C2有多少我要多少 郑哥要多少就共有多少 真的 当然 不是 有辆雷子车好像跟上来了 郑哥 再快点 郑哥 郑哥 帮忙上开 郑哥 郑哥 跟我走 郑哥 这出口上的雷子给赵姐怎么办 这里的出口司徒马达 他们堵不住我们的 跟我走 郑哥 六岁 郑哥 八少女 小文 Strom泉啊 还准备了这辆车 我准备的可不止这辆车啊 哦 ==ح 문제 == 别扎扎呼呼地动不动就拔枪 车里早没人了 没准他们还在这个车库里面 根据郑队的手机定位显示 他们已经开出去很远了 我们的戏也做足了 不用再追了 这就结束了 我还没过足引呢 你以为追捕毒贩是枪阵游戏吗 你今天的表现太貌实了 你这话说的就不客观了 要不是我及时参与战斗 那两个南安威冲的 能那么快被干掉吗 喂 周磊 麻烦你来趟现场 车里应该能提示到毒贩那边呢 这是什么东西 昨天在那辆车上装的窃听器 这是车里的声音 看来李哥还是不信任我 还重现听器 那是昨天 刚才我不是军哥 我就落雷子手上了 现在我还能不信任你吗 王行剑 你能不能老实点 知道了 知道了 别耽误人家工作 我哪儿耽误的 我就看一下 你这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李浩啊 你这次落雷子手上是死定了 那么我就让这几个雷子 给你去陪一藏吧 什么意思 昨天在你的那辆车上 不只放了窃听器 还放了窃听器 炸弹 本来我打算 如果发现军哥你真是雷子的卧底 就引爆炸弹 现在既然雷子自己来送死 我去用这颗炸弹送他们生铁 你们给我去死吧 不动 原来你真是雷子 不动 不动 朱爷 车里面有炸弹 快点 找差点专家 马上退出 我们刚刚 差点被车上的炸弹炸死 知道机毒不是枪战游戏了吧 你还是趁早回你的警局 当你的佩尔警吧 你这话是说得不理于团结了 你以为佩尔警好当啊 郑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把这小子带回去 车上有毒品 我把车开回去 好 带走 上车 走 走 李浩 C2是从哪儿来的 网上买的 卖家是谁 我没见过 我们都是用QQ联系的 QQ号是多少 我 我把它给删了 为什么要删 因为 我欠了一笔没款 我不想给它了 所以就把它给删了 李浩 你这谎话也变得太拙劣了 快说 卖家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就别问了 坏事都是我干的 李浩 我跟你说清楚啊 现在你可是有 立功赎罪的机会 如果说你好好地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们可以帮你争取减刑 那我先去审你的同伙 如果他都招了 你想立功也不会有机会的 好吧 请进 我们走 等一下 怎么样 想通了 尽管同志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去看看我的老婆孩子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郑队 这个李浩的反应很不正常 是啊 我第一次见到李浩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君哥 哎呀 太热了 你关心的 我是不是从您州来的 是吧 每次要做决定的时候 这个李浩 总是要去看着阿丽的眼睛 五十万 似乎阿丽不答应 这件事情就没办法拍板 这李浩是阿丽的老大 老大拍板还要马仔同意 这肯定有问题啊 是啊 所以今天早上 我又试探了他一次 但是后客了 别管这个废物 否则他会拖累死我们的 阿丽才是真正的老大 卓颖 你好好的查一下 李浩的妻子和孩子的情况 郑警官 我的老婆孩子 他们还好吧 他们都很安全 那就好 那就好 李浩 我们已经知道了 阿丽才是真正的老大 你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的 阿丽 阿丽难道也被你们抓了 那他现在不会再杀害我的家人了吧 当然 郑警官 我交代 我交代 阿丽才是真正的老大 其实 我就是个提线的木偶 他想怎么摆弄 就怎么摆弄 以前的交易 他都假扮成你的马仔吗 以前的交易啊 他从不出面 都是打电话指挥我 看来阿丽是想做隐形的毒销啊 你少说谎 你别说 这小王说得也没错 越少露面 被抓的可能性就越小 可是这次交易 为什么他要亲自出面呢 C2以前交易过吗 这是第一次 这就对了 阿丽真正看重的是C2 之所以他要亲自出马 就是怕中间出纰漏 李浩 你知不知道 C2的供货来源在哪里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阿丽的供货渠道 我从来不知道 你再想想看 他有什么没交代的 前几次交易啊 阿丽分了一些钱给我 还有些冰毒 都藏在我的洗浴中心的 办公室里面 这些东西我全上交 钟英 新姐 咱们现在就去洗浴中心 是 什么 这个人认识吗 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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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阿丽 我问你真是姓名 姓阿明丽 C2是从哪儿来的 这里你得去问李浩 小子 李浩就是个傀儡 你才是老大 李浩这个损货 我想他又根本扛不住 事到如今 我横竖都是个死 我没什么好讲的 如果说你给我们讲清楚了 C2的来龙去脉 你说不定可以免死哦 警官 如果我交代了 真能保守我这条命 那当然 如果我们认定 你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我可以帮你申请减刑 兄弟啊 被怪我心狠 换了是你 一样会把我供出来的 同官 我都交代 那希望你说得越详细越好 卓英 细一下 嗯 说吧 能让我先抽根烟吗 连大火机都是精心准备好的 再到你手里 我认了 好 开始吧 说 C图都是我先的货 怎么了 急救中心吗 快 救了一个护车 有 郑队 来 快坐 书记也亲自来了 这个青毒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我作为政法委书记 当人得亲自过问 大致的案情啊 我跟陈书记已经汇报了 听说 你们将贩毒团伙一网大尽 缴获了多少毒品啊 两千克 除了病毒之外 还有一种 置换剂类型的新型毒品 叫C2 这种毒品上瘾性极强 对人体的危害性极大 也可能是第一次流入情度 我们已经查了 在国内和国际上 都没有有关C2的案件记录 喂 林索吧 你好 我是禁毒支队的郑肖 郑队 今天的任务还顺利吗 非常顺利 汪新建这个小子啊 表现不错 谢谢你把他借给我 他没出什么事 我就阿弥陀佛了 林总长 前两天 你说那个盗窃犯所 会汪新建的事 你调查清楚了吗 老大 这些任务怎么样 还行吧 人是找到了 他这饭也省了一半 死了 死了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清楚 我聊这个了 喝吧 之前你跟我说 你爸妈也骗了十万块钱 怎么样了 这骗子 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哎 你说我给小片子 能做什么呀 我就这么大能耐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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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啊 咱哥俩 很从小有点好大 你说我现在混成这样 是不是有点惨啊 干吗呀 怎么这么说自己啊 其实我们所里出了点事 我一直没告诉你 什么事 上次我寻月 抓了一小偷 他竟然倒打一耙 说我向他锁会 你还记得你给我两千块钱 给我爸妈去买那个按摩仪吗 他说是我向他锁会呢 那他有证据吗 没证据啊 但是我们锁的零锁他相信了呀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呀 工作第一年就出这样的事 以后的前途更渺茫了呗 不像你们 一个个的 不是当大老板 就是近五百强公司 你说我混成这样 是不是太惨了呀 你可以趁现在改变一下 怎么改变 既然你现在摊上这样的破事 你索性就辞了片子的工作 过来跟我干 什么玩意儿 我辛辛苦苦四年锦院毕业 这刚转账就要我辞职啊 这叫及时止损 想当年我大二的时候 被锦销开除 我死的心都有了 后来呢 我用我爸妈给我支出的钱 开了这个游戏吧 这才两年 多活活呀 这叫赛翁师马 胭脂非福 我和贾腾 他还打算开发卡牌手术呢 你就过来跟我们一起干 你从小就喜欢玩游戏 什么游戏你都玩得好 这样呢 既能发挥你的游戏天赋 又能发挥你的爱好 怎么样 你不会还做着 超级英雄的梦吧 别那么孩子气了 当今社会 衡量一个人 成功与否的标志 是钱 今天老板 操劳过度了吧 我真希望有个人能来帮我 你就过来跟我一起干吧 让我再想想行吗 这时间不早了 我也回去了 这个拿去 先给咱妈妈用着 别让他们太着急 行 谢谢兄弟 对钱 还有那两千块钱 让我尽快还吧 走了 走吧 阿力的手机 你们查清楚了没有 正在恢复数据 这个手机里 很可能有重要的线索 还有 他的尸检报告 要抓紧时间做出来 白薇 这件事情你要盯紧了 是 等等 你们觉得汪行健这个人 到底怎么样 郑队 您不会 真想让他进咱们支队吧 你们俩没听说过 这千军易德 一将难求啊 他还将呢 顶多就一族 这 这 来 来 来 我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我照里面特大喜剧啊 什么喜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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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拿 拿工资了 什么工资卡啊 什么工资卡啊 这个呀 是你们的十万块钱 我追回来了 真的啊 那还能有钱啊 回来了 这下我的心就算放箭了 太实了啊 太实了啊 这次我可费老劲了 您千万记住了 再也别去买那种 什么用高额的利息 去骗人的什么理财产品了 好吗 我肯定不会买了 谁说我都不会买了 别买了啊 对 一定买了 我告诉你啊 幸亏咱们家儿子 警察 你看 要叫隔壁老王家 那 怎么可以擦擦就吃呢 这拿个苹果奖励一下 还不行啊 奖励奖励 小皮 小皮 您现在知道了吧 我当今选择这个 警察学院的重要性 是什么了吧 明白 儿子 你最近多胖啊 怎么了 我说你胖 你不是喘了吗 我跟你说啊 说人家隔壁老王家小明的 说人家要不回十万块钱 他能挣钱呢 前两天投一个工资 桌上一马 给他爹妈买了个什么 一带一路 东南亚什么 石油 石油 坐那个泰坦尼克那轮 嗨了去了 这是 你有吗 小明不就一马奴吗 什么奴 种啥的 什么种啥的 人家不是农民他种啥呀 那你说啥奴嘛 马奴就是写代码的那个程序员 你连这都不知道 你也太不与时俱进了吧 去去去去去去 儿子 对于你爸和我来说 你知道什么叫与时俱进吗 什么呀 就是让我们两个能够尽快地晋升为爷爷和奶奶 对了 你呀赶快找女朋友结婚生个孩子 天哪 妈妈呀 我在刚大学毕业 你就惦记着当奶奶了 你这也太着急了吧 再说了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工作工作 咱们没工作 就是 咱是无业游民 咱要是不工作 能有这家吗 当年我也是先进生产者 你妈先进工作者 喂 刑剑是我 贾桃 我知道是你 几点呢就猜 你是不是疯了 刑剑我求你帮个忙 什么忙呀 你跟女朋友吵架了 刑剑你能不能开门 将来说我 我跟郑菊在你家门口 怎么办呀你在哪 你家门口 行行行 我马上起来啊 你们俩一大伙这是干吗呀 你也不好意思啊 这么早把你吵起来 咱真有事 咱先亲屋说吧 来 生意消息吧 我爸妈还没想到 好好好 我女朋友被绑架了 啥 你看 明天早上给我寄过来三百万 不然 我就把她的头给你寄过去 明天早上八点 准时把钱给我准备好 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会给你打电话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告诉你 千万别报警 否则 我要了她的命 这个视频什么时候发给你了 昨天晚上十二点多 我就赶紧给争议打电话 过会儿我们就去叫书金 那你赶紧报警吧 这万一让绑匪知道我报警了 那小仙不得被撕票啊 兄弟 我就是警察 所以我就没敢给你打电话 可郑宇劝我说 交赎金之前 最好先来听听你的意见 行刑 你现在不是警察 是我们的好同学 好兄弟 你快帮她想想 你该怎么办 老家 你先别急了 你把这详细的过程 好好跟我说一说 是这样的 我不是给我女朋友租一房子吗 我们本来约好 昨天晚上在那见面 我去了之后她不在 我就给她打电话 又一直关机 后来就收到了这份视频 这样吧 我们先去那房子看看 或许有什么线索 行啊 谢谢 走走 大小伙子 还没什么特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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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